其实这些话听起来真的很像政治分章 其实民主选举当然是要良性竞争 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在新竹 我们不要低估的选民自主判断能力 大家知道吗 新竹在竹科成立的时候只有28万人口 现在是45万人口 这过去这40年 它成长17万人口 这些人是哪里来的 是在竹科工作的 是年轻的 有想法的 收入高的 今天不能用这种方式了 就是说好像我们就去用A帝去换B帝 这听起来是相当讽刺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选举要回到基本面 就是你要把政界推出来